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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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造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成为家喻户晓的实力派演员 在最近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剧《向东是大海》中 他又饰演了在《上海》中一度血拼的民伯商人周翰良 演绎了一段从草根成长为商界大公的商业传奇 我当一位孝子可以挣两趟去上海 不值吗 你老说学做生意 生意不分大小 苍蝇也是 发死人才 说什么 说什么呢 发死人才 他就是本期嘉宾王志飞 欢迎收看《会员果汁超级访问》 我们刚才说到了 出道很久 王志飞很低调 二十几年 二十五年 是 您到底怕什么呀 我在等你们的超级访问 成为说 他的影子一定特别期待我们这一次访问对吧 当我们决定要做王志飞这期节目的时候 就找到很多跟他打过交道的人 没有想到大家上进之踊跃 然后呢态度之积极 我给你们讲 爆料之多 出乎我们的想象 我跟你讲一个爆料的故事吧 我们采访一个嘉宾 那嘉宾在对着画面说 旁边有一个人在听 说啊 说谁 王志飞 啊 我 我也 他那边还在拍的戏呢 把戏都停下来就过来了 是 竟然有这样的人 所以 买一送一了 你不担心吗 我不知道你们找的是谁 我第一次做节目 好 我们来看看啊 这里有很多东西 有 这2002年的大宗电影 里面有王志飞的事 2002 这光盘里面收集的 哇 神秘嘉宾爆料 真忐忑啊 我好喜欢这种感觉 尤其是看到这个特别神秘的男人 在我的面前 手足无措的时候 我就有那么一点点的快感 我可以理解 不过你们看在我这么些年 从来没有做过 这个这样的专访 坏事专访 所以我手下都挺 真的紧张 我不骗你们 你真的 我每天都生活在镜头面前的 可是呢 好奇怪啊 可是在这样的镜头面前 我还是不习惯 我就是不明白这事 我以往生活在镜头前面都是 我说的话都是别人写好了的 可是现在没有 现在我不知道你下一句要问我什么 对 所以我 然后你还老拿那个光盘来这样 我越比喻我 原音在这儿呢 越比喻我越跳 我说实话我跟你说 又来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神秘资料 让王志飞竞争到如此地步 离近大军 接下来又将会提出 怎样刁钻的问题 两位大主持 快不要吓唬可怜的王志飞咯 我们在网上就搜王志飞 结果发现搜到的全是他的作品 就这个人的新闻特别难找到 关于他的性格呀爱好呀经历了 非常难找到 所以呢 我们今天这个档案袋里面 我们就找到了今天的第一位 爆料人 当事人 我们认为还算是比较了解他的 而且呢 他也很乐意接受我们的采访 你来猜猜是谁 我们给你几个提示好吗 第一 他是看着你长大的 看着我长大的 第二 他是跟这个行业有关的 第三 他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人物 好了 只能说这么多 想想 看着我长大的 我爸我妈看着我长大的 不是这行业的 那就应该是我的 我的启蒙老师 恭喜你答对了 首先呢我们第一位 我们采访到的是 中国国家话剧院著名的导演 孙庆荣老师 他呢也是孙松的父亲 对 韩颖老师的爱人 我们来看一下 谢谢啊 谢谢孙老师 老师王志飞吧 那是我的一个老学生了 我跟他认识 是他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这时候他们学校啊 老师搞他们学生 是社团活动 我当时呢 就到这个学校去做辅导员 通过我的接触吧 王志飞吧 悟性特强 特认真 我感觉他是一个 挺好的表演模型苗子 尤其是最近多年吧 我一直很关心这个学生 只要有他的戏我都看 确实这孩子进步很大 我祝贺他今后 能拍出很好的戏 创造出很好的一个月子 孙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框架 里面的细节要你自己来 当时就觉得你特认真 当时是什么情节 你认识孙老师的时候 我真的要谢谢你 谢谢你们这个节目 我真的好长时间没看见孙老师 感慨了 真的是小的时候了 像孙老师说的一样 四五年级 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 学校的音乐老师呢 他擅长写作 他写出的剧本呢 由谁来导呢 就是把孙老师进来 给我们导 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懂 就是孙老师从头 一点一滴地交给他 我们 这是我们当时 那时候小的时候 这个是我 你有多清秀啊 北京少年工化剧 真的很遥远 又好像在 历历在目的 在眼前 是 你知道那个 这个机器人也是一个孩子演的 对不对 对 我也演过里边那个人 我也演过 我们轮流的 儿时的演出经历 让王志飞对表演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的心里也萌生了 长大后成为一名演员的 强烈愿望 高中毕业后 王志飞选择了 报考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戏 正当他对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 充满希望时 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发生了 这让王志飞 儿时异常清晰的演员梦 一下子变得模糊起来 我82年高中毕业的时候 去考中系 可是我这种欲望可能太强烈了 在复试的时候 老早老早就跑到唐人厅公园 去喊嗓子 啊 吊嗓子 因为一会儿要考试 一会儿要复试了 其实我心里边非常非常紧张 然后走到棉花不动口的时候 我就 嗓子就完蛋了 倒仓了 结果到了考场之上 不管老师们怎么样安慰我 我说别急别急 你喝口水 不着急啊 我都出不来声了 这样 我好不容易熬到了我的高中毕业 82年 结果 就错 就这样 错失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可惜啊 83年呢 又不招 那个时候不是天天年年招 不像现在一样 83年又没有招生 所以直到熬到了84年 才有铁路文工团招生 好 各位我们现场的同学们 还有我们的热心的观众 下面要给大家做一个题目了 就是在83年的时候中西梅考的时候呢 王志飞先生就找了一份工作 他到底去做什么了呢 大家来猜一猜 他是服务员 因为他很帅呀 餐厅服务员还是酒店服务员 酒店服务员呀 五星级酒店服务员 那肯定 因为他很帅 肯定会具有亲和力 我觉得他应该是做办公室文职的 办公室 国家公务员 文职工作的 为什么 因为他长得挺文质彬彬的 我感觉他应该是烧锅炉的吧 为什么呀 我是烧锅炉的 他那个时间比较宽松嘛 会有时间继续去学习 对 烧锅炉的 一年就冬天烧一下 对 我三个季节都休息 那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没有考上中系 正好做过一段其他的职业 对不对 是什么工作 因为我82年没有考上 如果在家吃闲饭的话呢 自己不落人 而且当时呢 实行接班 也就是说 没有另外的职位工作 来让你做 你只能继承你父母的工作 所以呢 我脱于不愿意给家里增加太大的这种生活压力的情况下 我就去接了我妈妈的班 走进了国民三场 不过呢 还好 有幸当了一名电工 那时候有说法 溜溜达达是电工 那是在工厂里边最好的一个工种了 对 我们那个 变电 变电室倒是和你说那锅炉房差不多 一样高大 一样高大 边上那个大柜子 那个高度也跟那锅炉差不多 我得以在工作之余 在那个大房子里边 变声 变声 对 对 还有回响 然后压腿 不安分啊 也不知道什么样的 那时候方法不一定对啊 可是就知道自己有一个目标 我不会永远在这个大锅炉房里边的 走廊的保险司你会安吗 会 我不会怕220的电 因为我们面对的都是380 经常就是 哎 是我 叮一根头 我的天啊 他是这样 所以你的自来卷是电的吧 所以后来你拍电视剧电影 我们都叫出电嘛 1984年 王志飞被铁路文工团 跨剧团录取 正式步入了专业表演团体 继而因为又优秀 被团理送到中央戏剧学院学习 和吴秀波 傅彪 张秋芳 君子等 正为同班同学 这班真厉害啊 这班挺厉害的 出了很多人 那你们现在经常来往吗 吴秀波拍那个黎明之前 之前的时候 没事还经常打个电话 经常 哎 出来玩玩啊 哎 我怎么那么讨厌演戏啊 怎么办呢 哎 打打麻将 哎 经常是这样的 现在 可是现在 你问他 我有把打麻将 打麻将就不可能 时间就是金钱 大家都在剧组里泡子 而且你看没有 他说别人啊 对 说得特别来劲 吴秀波 原来我刚到北京的时候 我们两个在一个夜总会唱歌 当时他在铁路文工团 真的是工资非常少 所以呢 他到了晚上等于炒根来养家 靠那钱 因为他没有戏拍嘛 他那时候非常喜欢唱歌 喜欢音乐 然后呢 就把表演抛在了脑后 团里就说 那你这样不务正业 那你爱唱歌 你唱歌去吧 我们不管你了 于是他真的在外面去拼搏了十年 他出的专辑 我不知道当时卖出去几盘 可是我是非常喜欢 我的车里面放的就是他的专辑 有专辑啊他 我都不知道 当然有专辑啊 他唱谁的歌 一般的歌听 他自己写的 他对 他会写 他写了很多歌 每一首都是他自己写的 原来是那么有梦想的年轻人啊 对 他对唱歌充满了梦想 所以今年春晚他就紧张了 就是劲使大了嘛 就跟我考中戏 当年考中戏一样式 怎么了 他一上台就忘词了 然后又忘节奏了 然后 真的啊 春晚结束以后 他第二天就说 哥们再不唱了 对不起你啊 有人爆料哎 好不容易平静一点 这一组爆料人多了 这一组真的很多 到底是谁呢 这一组人来爆料 大家一定要听好了 要想了解王志飞 有请下面这一组 老同学大连欢 来看一下 挺帅的 像那个白马王子似的 他应该是特别阳光的 很帅的一个大男孩 应该是我们班 理所当然的最帅的男一号吧 应该很张的 据我知道有很多女生都喜欢他 好像他是早恋吧 他呢处理的特别好 然后呢也没因为他谈恋爱 什么被开除啊什么的 然后他自己做的也挺好的 掩护的也挺好的 因为他竟悄悄谈恋爱了 也不跟我们在一起 然后倒是就是单独的 但是他跳舞特别好 就是我们那时候 应该叫disco吧 我跳的就不错 但是他跳的更好 我们俩呢那时候爱跳舞 有的时候呢 用着舞跳啊 谁有道 然后用着舞跳啊 然后大家伙就是 到舞场走两路 跳着跳着 我发现他舞技健长 有一天让我逮到了 到了练功房 我们练功房有那个镜子嘛 把杆什么之类的 哎我路过呢发现有有俩人啊 对那镜子比划的在那 好前腿后腿崩的 好在那好 呆着呢 我一看俩男生一个就往这背 他在那练啊 在那练练那个什么 那时候叫汤哥水冰温吧 平四好家伙 那个那个三步 那这都得练 我们还查舞 几拨人在舞场上碰见了 就互相比啊 我在这呢 作为老同学 也希望你呢 给现场的观众呢 比划比划来两段啊 好别切碗别客气 真够意思 你这同学 得有舞伴我对 对还查舞 跟他们面前真的没有秘密 什么舞 你双日舞先听听 双日舞 除非你来陪我 基本的 哎可以吧 哎就是这个意思 我的妈呀 哇帅哦 当时练这个 是不是要靠这个去吸引女孩子 你说的是人的本能啊 我也有了 说到大家认识王志飞的第一部戏 被全方位认可的 应该是突出重围 而且这部戏当年获得什么奖 你们看到了吗 最受欢迎的男演员 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 王志飞雄心勃勃 期待在表演行业做出成绩 然而理想和现实 往往有着巨大的差距 王志飞在十年的时间里 几乎没有演过什么像样的角色 挫折 坎坷 和不断的挫败感 成为了他十年时间的生活积累 一九九九年火遍全国的电视连续剧突出重围 让王志飞这个陌生的名字 一下子被观众所熟知 三个自以为是的情敌之王 在家也好好先生 咱没事要能打赢这场演戏 我这堂子倒着心 凭借出色的演技 王志飞获得第十八届 中国电视青音奖 观众最喜爱男演员奖 在颁奖典礼上 王志飞遇到了同样获奖的演员 王志文 闹出了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我相信很多人都问过这个问题 我就问过别人这问题 我们俩在后台还说 这俩人是不是兄弟 我说应该不是 一个北京人 一个上海人 对 王志文 王志飞 当时你们俩是坐在一起吗 对 我们俩挨着坐 然后因为我们俩名字只有一字之差 他呢就很调皮的 全体让我用这词 就把我们俩面前的牌子 兑换掉了 就是说你们是兄弟 报纸第二天就出来了 说他们俩是兄弟 我想问一下 问你这个问题的人多吗 多 多 关于你们俩都瘦 我说后来逼得我没办法了 我说我们俩还一哥哥呢 我说还一哥哥 你哥哥叫什么呀 叫王志文 说老大继承了家业 后来就做了那个 后来老二和老三 你没得干了 就当了演员了 就演一圈 你跟王志文一块演戏吗 演过的 我们俩一起演过一部龙虎人生 看什么看 干啥办东西 我再说一遍 你们被本县争扔了 三天之内 不许离开大头 求你对我老师尊重点 我管的是什么老师 什么老师到了本县 也要听本县调查 那你也不能让我老师当苦力 这位长官 你可以征用我们 但能不能给个道理 一切为了抗战 这就是最大的理由 如果是为了抗战的话 我还真不能被你征用 因为我这双手 要给伤病做手术 它不能损伤 更不能因为搬东西 变得僵硬 明白吗 大家通过这部戏了解了王志飞 但是呢 你们能不能猜出来 他拍摄的第一部戏 是哪一部戏呢 众多粉丝低下了脑袋 没错 你们一定不如我们收集了 收集了 我现在爽得不得了 我跟你说 在我这 第一部戏在这 戏的剧情我不太记得 那歌我到现在还记得 我有一个好爸爸 好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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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对不对 你没有这样的童年 你没看过这部戏 那我先今天给你看一眼 好 走了 陈叔叔 陈叔叔 小陈叔叔 你会理吗 没那金刚钻 敢揽着瓷器活吗 来吧 声音不如 我不理了 你爸爸走时候怎么跟你说的 你太不听话了 你爸爸为你做出了多大的牺牲 你还老让他操心费事 我真的感觉 我觉得像两个人 真是整个的气质完全改变 气质 但是我觉得你之前 不是像很多人 一出来就很顺的那种 有很多年 也没有说 一上来就能够拿到很多的角色 那个时候不新偶像剧 当时葛优 梁芳琪 当时不新这个 对 当时新丑星 谁长得丑 谁出名 真的 他那时候正好是葛优 梁芳 细圆 没错 就是 没错 所以我们不吃香 真的很少有戏来找到我们 所以 如果真的按他们说的时候 他长得帅 第一帅 第二帅的 白瞎了 有没有没戏牌的时候 就毕业之后 其实很长时间 有一年有多半年 还要完成团里边的舞台戏 然后团长一声令下说 好 从今天开始 大家可以回去干自己的事了 拍戏去吧 反而不知道干什么了 那个时候往往应该高兴 我们要去外面去 敢拍电视剧了 挣别的钱去了 不是 瞎菜了 我去哪儿啊 我拍哪个戏啊 那个时候又没有经纪公司 那个时候又没有那么多的门路 刚刚走到这个圈里边 所以逼得 逼得我们哥几个 真的曾经去敲过洗音场 招待所的 就是上面贴着某某某电视剧 组牌子的门 面子上下得来吗 做过这样的事情 就是因为下不来 做了两次吧 后来就再也不想再做了 你们是一个人去 还是几个人搭伴一起去 我们两三个哥们 两三个同学 但是当时有被录用的吗 很少 因为都太帅了 不是 因为人家也是 我现在是处的一想象 突然有两个大小伙子 敲门就进来说我要演戏 什么都不了解 人家 就不敢用 你也不能强人所难说 他长得怎么样 我就用他了 好 是吧 也不能这样 那段时间你急过吗 急过 造过 不知道干什么 跑到街上买彩票 买彩票 是实在没事干了吗 是卖彩票还是 买 你太逗了 准备发财 是开心的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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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影视剧的过程中 王志飞 结识了很多好朋友 他们在王志飞的演艺事业上 给予了 给予了很多帮助 他就要出场了 了解他生活状态的 想知道是谁吗 其中那位就是 我给你讲 派系派到一半说 王志飞 他从来不做采访 把他跑过来他要说 我真的我觉得他 因为很多人说 他进入采访了 行 我来 然后那边整一集都放在那 我真的后悔 等于我压抑了自己二十多年 他也压抑了自己二十多年 如果这样一大爆发的话 我真的受不了 那个人 那个人不是压抑了二十多年 那个人压抑了一辈子 打小就问自己的 来 我看一下 他当时太喜欢钓鱼了 完了他就找我说 哥 你看你这样行不行 你呢 借我点钱 我在那个东湾湖那 我要包一个鱼堂 我说你怎么着 你真就干就干啥 他说不是 我说你没找人戏 我就先包鱼堂吧 我说那那七年钱吧 我说你能保证赚吗 哎呦他算得可惜了 你钱多少个根 他有多少个群雕 你掉一次 你掉位要多少钱 算得可惜了 当时我一听 哎 有点意思啊 我说那行 你去当局吧 不到一个月 他找我来了 说隔着鱼啊 隔进去了 后来呢 人家呢 来了说这个鱼 那这个地方不懂 下网 然后那鱼什么行的 下网 当时就是他不 这鱼不能跑了啊 他在转那个下 下游口 安了一网 他这网不能按 则把网给拔了 这一拔 也全都走了 这是我 这点太费了 对他意见大了 这个 第一 这个你看哈 这都什么人呢 你们找的 不喝酒 我们在一块吃个饭 有时候玩玩挺好 你说你 智飞 大男人你不喝酒 你像话吗 我有一点 这是第一 第二 这个 有时候我们在一块打打球 打高不球哈 这个打球就打球吧 你 哎 斤斤计较 斤斤计较 完了呢 这个 你老让人给让 挤干挤干 或者你就不让人让的时候 也是输了 不服输 呃 这个 这个不好 第三吧 有时候我们有时候还在一块 偶尔也 也 也 也逗逗小地主 那个水瓶的个臭 输了不服 永远不服 哎 怎么就你永远不服输 这个我得访问访问 哈哈 这都什么朋友呀 哈哈 什么都能说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当时都没想起弄鱼鱼糖 什么什么时候 是买彩片那时候吗 对就是 就是你们 没戏拍的时候 沉寂的时候嘛 啊 丑心当道的时候 哈哈哈哈 在干饭吃 我每天 他们都是 哎呀精心的把脸上 啊可能抹上擦点油 我每天恨不能在那 就在抠自己 把自己脸上搞得像橘子皮一样的那样 因为那样的演员那时候吃香啊 没有 真的又不舍得呢 只能去想想别的办法怎么办呢 我说我喜欢这个东西 钓鱼 那我包鱼鱼糖 哎吸引大家来钓 自从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啊 呃 每天都在算 就是刚才 自从那个事情 如果 一天要来 二十个人 啊 他们 一个人多少钱 我能赚多少钱 这样一个月 一共有多少钱 一年 嗯 能不能赚回来 如果 一天要来三十个人 如果 一天要来 哎呀天天的 我 我就 买卖还没开始做 叫我先睡不着了 每天都闭不上个眼 这个也是男人的东西 这个人 天呐 终于有一天 选了一个良辰吉日 把鱼 两卡车鱼 哗哗都放那里边去了 第二天人就说 哎 这个地方 谁让你下网啊 我这里铁炸了 反正你俩都堵不住啊 这是活水 哎我想铁炸了嘛 水还可以过去 鱼别走 就可以了 哎 哎这这种人啊 不行 啊 完美了 十二多少钱 哇 借钱我老记不住 还了吗 别人逛我借有时候 我记得挺清楚 哈哈哈哈 好了 最饶过你 还了还了还了 这个地方 那那个斗地主呢 到底 不是 朱世茂那个 今天说总结就是说 你怎么就那么不爱认个书 他意思说 你臭就臭了对吧 对 那你就认个书 哎呀 其实你们没有听出 他的言外之意 弦外之音 他说我这个人 我是一个不服输的人 哇 不是 没听出来 没听出来 真没听出来 对 我们听出来 你是特较劲的一个人 给一点面子 不行吗 不行 你的头体主到底打得有多臭 哎 不像他说的那样 我们仨人都斗一把 谁跟你斗呀 我打得可好呢 是 我也打得特别好 是 不像他说的那样 正经臭的是打球 真的没有时间练 可是呢 又要经常去参加和慈善沾边的这样的活动 那也得像不像样的拿杆在那挥在那打 于是总是被他们挤的 嗯 那我也不服输啊 我不服输 我又没有时间去练呀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 他们有一句话 打得好不如弹得好 就是 上场之前 先把这个 你让我挤干 这个规矩 咱们 咱们弹清楚了 到最后我一样 输不了 哎呀 像学习 好 还有一个酒量就那么差吗 我也不爱喝 我也不能喝 所以 人和人不一样 真是 这个节目啊 这个一波未评一波又起 马上还有刚才都没有出现的两位 那两个应该不是好朋友 那说狠话了开始 对 你要猜一猜接下来 会是谁吗 你把我的对立面也请过来 人 想看吗 哎呀今天太有意思 嘴损了咱们就 咱们就 他们在网上挖不到你的资料 对 我们不多请点人 为了你的影迷 为了你的朋友 真的嘴损的那些朋友 咱们就忽略过去 我发现你有特点 你的朋友嘴都挺损的 真的 你还挺有承受能力的 跟他们结交 我跟他最损的一个出现了 对 来看看又会是谁呢 我都怕 我都怕 看一下 我们俩今天听到有这样的机会 本来人是采访我的 后来孟岛一听到说王志飞 跑着就过来了 泄不开了 放下全剧子 对 他是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纯粹的人 一个脱离了低局趣味的人 王志飞有一特点就是不请客 对 空门 对对对 相当空门他请问你吃饭吗 吃过一回叫什么 咱们家门口有一回 鱼头 不是 他们家门口 他们家门口 是咱们花的钱 咱们花的钱 咱们花的钱 他说他请客 然后我们俩就去了 带了好多人 难得 就是王乘务长请一自客 结果吃完饭他走了 他中间他往接电话 他一接电话 我们就把账结了 王志飞有一门手艺 他最早的时候买了一辆帕萨特 紫颜色的 对 紫帕 紫帕 然后他那个天窗 上边那个天窗是自己改的 对 他自己买工具 然后自己动手改的 对 然后他还给刘佩奇老师改了一辆 他修车这方面 还不算他长相 但是长相其实装修 他们家装修完全按着火车的这种构造装修 他主要是热爱本职工作 他们家的洗手间都不上锁 都是那种拧的 他们家买那个那个把手都是一个圆圈 一边红一边绿 往这边一拧是有人 对 往那边一拧是美人 对 他完全体现他铁路的风格 对对对 他主卧吧 主卧装的特别像软卧 软卧车厢 对对对 门都是横着开的 对对 他那个硬卧装的特 他那个儿子那房间 上家库 就像硬卧上家库 餐厅装都是卡座 对 他回去都带帽子 对对对 拿一号纸灯 对 他们家保姆都写着列车掌 他们家还装了一个那个就是环绕立体声的家庭那个音响系统 然后我那回一听都是那个那个那个有一个歌叫 对他家的背景音乐 背景音乐就是 朋友啊朋友 列车就要开走 对 他家都是这个 而且他教孩子唱歌唱的第一个歌 我印象也特别深 就是那个火车火车无相 也是那个 对对 哇这俩人太康奋了 见到像那个孟达 孟达 孟达 没他什么事就冲过来 你想想他有多康复 对 因为我们没想要采访 没有他说二十 说从来没有上过电视 那个哎呦上那行了 激动的你看刚才 而且一看就跟你特别熟 你们是认识多少年了 熟是很熟 可是他们说的那个事真的和我无关 真是熟 唯一有关的 后来我们早就 又利用了他们特有的方式 是夸奖我热爱我的本职工作 火车 我是中国铁路文化的 他们是在夸奖我这回听出来了吧 对我特别了解 还没听出来 还没听出来 没听出来 为什么要把洗手间弄那个有人没 谁说 谁把自己家里能 我相信我真信了 你信吗 我信啊 不是他不可能编那个啊 不管他们信不信 反正我信了 那你好 那你儿子的第一首歌是那个火车 火车什么 火车火车 那个什么时候超级访问 给洪建涛做一次啊 你洪建涛来好几次了 再做一次嘛 再做一次 常外嘉宾 他带他爱人孩子一起来过了 那更好 你一定要来啊 你一定要到庄外下去 我跟洪建涛已经十多年了 我知道你要干什么 他可能说洪建涛他们家装修了一下机舱 因为他空镇的 你们家装的是有跟火车有关联吗 我求得你到我太好奇了 为什么儿子要坐上下铺呢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我们太熟了 我听得太高兴 从小一起长大 这是我们真正的发小 那他说你抠门是怎么回事 你们俩从小长到大 没请过吃饭 从今以后 只要咱们在一起吃饭 你不用带钱 都由我来 你得成功 我跟你讲 他们今天令我超级访问陷害你 我感受到了 经过洪彦涛说话 我得想一想 而且我觉得刚才孟记主要 孟记是主导 对 你拍过孟记的什么戏 我反而今后不再跟他拍戏 好 来我们看看那个档案代理 有一本这个2002年的大众电影 对 这个这个这个还好 这一篇 人家我当时看得挺感动的 对 02年的 叫养儿男 养儿男 我看看那个枝飞当时的心情 写的说 儿的长相就是这样 和我很像 朋友曾玩笑 假如你们父子俩去做鉴定 到了医院肯定被大夫轰出来 因为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养儿之前经常猜测他长什么样 现在才知道这个问题实在简单 只要用我小时候的照片底板洗出照片 那上面一定是他的样子 不可思议的遗传基因 连我俩的脚趾头都长得一模一样 我为儿子长得如此像我儿子好 可他的性格一点也不像我 怪有没有搞错 他是个画牢 刚学会说话的时候 一次生病 带他去看中医 路上叮嘱他 到医院要我礼貌 见到蛇大夫要问大夫好 儿子惊恐的说 蛇大夫 那有老虎大夫吗 刚学会砍的时候 朋友的儿子比他大两岁 一天两个人边玩边吹牛 朋友的儿子说 我们家最好 我们家全是南方人 儿子停顿片刻 没我们家好 我们家全是女方人 养不孝 不知过 养儿难啊 男不在养 男在于叫 这是当时的一篇文章 特别生动 我觉得这是02年写的 但今天就作为一个妈妈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感触 你听 你看了以后 师父特别想认识他儿子 哎呀 这儿子 儿子现在还是 这么语出惊人吗 现在连理我都不理了 这么点小孩 我完全就教育不了 我说 爸爸给你讲讲 鱼公鱼山的故事好吗 这鱼公怎么样坚韧 他一天不停地在挖山 挖山不止 然后终于把这山 从他们家门口挖掉了 于是他们家门口就唱通了 痛我心都乱飞 我给他讲啊 讲完了以后他 他费内劲干什么呀 他把家搬了不就完了吗 你怎么教育他 我应该怎么教育他呀 现在多大了 十四还是十几 十七了 十七了 哎呦 这么叛逆的 十七根本都不爱搭理老爹老妈 好在他现在越来越懂事 有很多事情呢 正在按着你的希望 往好的方向慢慢的发展 只是速度慢 不过我觉得啊 既然遗传基因注定是 两个人的脚趾头都一样 那他长大之后是什么样 现在看看他爸 可能他以后也爸就不离十吧 真命 人走了 对不起啊 兄弟 那我们爸也真加常识了 他是电视剧 《杜拉拉生殖记》中的王伟 他是电视剧《山楂树之恋》中的老三 李光杰 这位影评多面首 会有怎样的真性情 深处情感话题的风口浪尖 他又将做出怎样的回答 好 我们也谢谢在场的影迷们 给大家提供了这样一个交流的机会 如果大家想收看这期节目呢 不要忘了在北京电视台的财经频道的 20点57分来继续收看我们的超级访论 对 我们是在每周日晚上 在这里跟大家相约了 希望透过这一次访问 能让你克服采访恐惧症 觉得怎么样 你们觉得怎么样 对啊 如果有十天我们去你们家的搜索参观一下 好 谢谢 我永远把你们都红的美了 有人 来 好 每次第一呼员国际超级访问成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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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